又一位明星逝世,18岁出道,一夜爆红,被称为台湾民歌王,却因,去世,享年52岁。 时至今日,乐坛上有很多优秀的歌手因病离世了,只有那首属于他们的歌响起时,才突然想起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听觉享受的歌星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比如罗文、阿桑、张宇生、姚贝娜、梅艳芳、张国荣、陈柏祥等,而今天路过一个小学时,校园里正放着坐在门前的外墙上一遍遍幻想。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助脚印对两半,那是外婆主助长将我手轻轻玩。 熟悉这首歌的朋友一定猜出来了,没错,这就是潘安邦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,这首歌的背后藏着许多潘安邦与外婆祖孙故事。 也正是因与外婆的感情,在《外婆冤死》后,潘安邦宣布在唱这首歌。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18岁出道。 当年平级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一夜爆红,出道34年,发行62张专辑,却在2013年因病去世,它就是潘安邦。 潘安邦出生在60年代的台湾澎湾,它看上去就自带书卷起,有著一个优越的家世,父亲是国军少将。 爷爷是师长,姑博士大学教授,而潘安邦最高的学历只是高中,18岁就开始出道。 潘安邦有助军秀的外形和细腻柔雅的唱腔,所以被人们称为民歌王子和白马王子歌手的美誉。 后转战道内地发展,在1989年受邀春节联欢晚会上,当夜评级三首歌曲轰动一时。 分别是外波的澎湖湾,太阳与月亮和跟着感觉走,他也是春晚上第一位台湾艺人。 在月坛三十四年,发展过62张专辑,优秀歌曲更是数不胜数,而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专辑有麦波的澎湖湾。 年轻人的心声,聚散两一一,回家问夕阳,几口,美好时光等等,除了很多自己的原创歌曲以外,翻唱的歌曲有的甚至超过原唱。 至今去KTV都会点他的聚散两一一,思念总在分手后,阳光与小雨和相间小鹿。 喜欢他的声音,他的面容和唱歌时的神情,与小哥费玉清合唱的那首小调更是韵味十足,1993年在事业高峰时选择退出歌坛,选择去美国经商。 尽管是野作的风生水起,却遭遇了很多的不幸,1990年,他要去长沙演出时,外婆突然离世,2001年,2000年重返乐坛。 在新加坡参加活动时,在酒店浴室摔跤,送往医院后被诊断出心脏注动脉剥离,从此成了剥离人。 医生嘱咐,不能运动,不能大笑,不能坐飞机,不能唱歌,甚至连爬楼梯和拍一下肩膀都不行。 自从潘安邦患上患上心脏注动脉剥离病后,妻子王志祥悉心照料,病情才慢慢得到康复。 而说起妻子王志祥,这是一段佳话,认识潘安邦的时候。 王志祥才20岁,他比潘安邦小12岁,两人相恋三年半后结婚,婚后恩爱20年,潘安邦为了王志祥放弃乐坛,甘愿随他去美国经商。 两人婚后欲有一字,本以为可以白头到老,没想到潘安邦在2013年2月3日因肾脏癌导致肾衰竭去世,这给王志祥无比沉痛的打击。 潘安邦的离世,给82岁的老母亲,26岁的儿子和妻子无疑是晴天霹雳,对歌迷和乐坛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 2013年2月25日,在台北举行追思会。 儿子潘美智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引得在座的人心痛不已,而潘安邦的骨灰一部分进行了海葬,一部分带回美国与潘复安错在西来寺。 潘安邦的歌手陪伴住过无数人成长,沉浮,他唱腔心情婉转,扣人心弦,至今都不过时。 儿子潘美智的歌手陪伴住过无数人成长。 儿子潘美智的歌手陪伴住。